又是一个人来的 肚子都这么大了 家人也不说肥胀 我没有家人 没关系 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 刷卡吧 你这卡里没钱啊 不可能啊 我呢 送外卖咱的钱都在里面 麻烦您再刷卡吧 这怎么可能呢 好没有啊 那都等着了 别带钱就让开 别耽误我们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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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妈 你跟姑父是不是把我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 你们快还给我 我今天要产钱呢 你姑父打麻将呢 赢了还能差你这点钱 小棉花听话啊 别闹 你父母双亡 我们收养你十一年了 还能害你们这 可是我现在马上就要生了 这笔钱不是你们能拿的 别在乎打牌的时候提钱 会是 你别再提钱 再说 你辜负药兇气了 肚子好痛 我不会在厕所里 要生了吧 这边是私人别墅区域 打不到车的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可以上我的车 我载你一程啊 好 打到 这个女的是谁呀 怎么往ко宅里的送外面 不知道 不认识 不喜欢成熟大美女 对这种感兴趣 要不 我帮你把那摸手 你别胡来 不喜欢也没关系 今天的宴会呢 是爸妈特意组的局 千金 明星 什么样的美女没有 让你挑个儿媳妇回去 不感兴趣 我不去 不行 你必须去 你不去爸爸会弄死我的 哥 你不能眼里边看着我死吧 嗯 出发 喂 小棉花 你学费凑得怎么样了 明天再教不上 学校教得快学了 快做够了 我今天晚上再跑20台外面 就差不多了 不跟你说了 我手上这单有点急 周太太单独给了二百小费 让我给她儿子送样子 我先去了 你听说了吧 今晚两天 金也会来 不知道谁会被金也选中 我今天化了一下午的妆 带了最昂贵的首饰 就算没有被金也选中 都看我两眼手册 你是什么脏东西啊 怎么混进宴会的 你弄装我衣服啊 要是金也今天说难看 我今天弄死你 不好意思啊 我送完东西就走 送东西 穿成这样 我看是知道 今天晚上有宴会 丢进来偷东西的吧 你少污蔑人 我是来送跑腿的 法安 法安人呢 把她衣服扒下来 给我松身 贱人 你怎么能碰金也呢 给你把你的脏鼠给我拿开 走了 妈妈都死哪儿去了 没看到金也都生气了 还不赶紧把那小贱人 从金也身帮拉开 狠狠打一嘴 就是 给我狠狠 尤其是她那双脏鼠 给我打败了 你们叫什么名字 在场的 还有你们的亲戚朋友吗 金也 我是张家女儿 你们之前有新见过几次的 那也是我唐姐 那也是我表哥 金也 我是李秀秀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好 那就把他们 全部请出去了 另外 把跟他们所有有关的合作 全部解除 我们周家 不养会养的狗 都怪你们两个 你害死我们了 要是破产了 我饶不了你们俩 你好 请问是你们的妈妈吗 金也 我是陈如 我最近刚获奖的电影 还是您投资的呢 要不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不方便 曾泽哥哥 我是孙嘉千金 我们小时候见过 你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 这儿太吵了 我先回去了 哥 你可是我们家掌权人 你就算不结婚 你好像是个小季婶婶 免得妈又催我结婚生孩子了 你知道的 我可是要当世界级医生的 这我不能被家庭所左右 话说 这么多美女 你就没一个看上呢 这儿的女人 我都没兴趣 那你去休息这儿休息会儿 这话好跟妈交代啊 房间里人的崔京香酒店 送哪个女人进去啊 就他了 别紧张啊 我是好人 五哥刚才帮你呢 你忘了 哦 你知道 这个阿泽是谁吗 周芬人让我给他送药 这是老妈让跑腿给大哥送的补药吗 为了让大哥今晚开婚用呢 我说这女人怎么在别墅里见到 宴会上也见到呢 原来你就是我妈跟我哥找的女人 看你这身打扮 确实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说不定啊 真的印起我哥的心情呢 你误会了 我这个是闪送服务 我只是个跑腿 行行啊 到我哥面前演啊 来 这不 我亲自送你回去 走 不是 我 我 走 您好 您的跑腿外卖请介绍 您的跑腿外卖请介绍 我那个都被跑腿的 你放开我 你赶紧 你什么 我们的身体 也开始不对劲吗 你们这个人体喃理吉祥 你还没记着 你放心 你还要有什么 你想要有什么 希望 我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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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答应给你多少钱 我真的不是来卖的 我就是个送胖腿的 你们搞错人了 再演就没意思了 别动 拿着这个去找我妈 你要多少钱 她都会给你 我靠 我哥这三十年来 头回开不过你就是梦啊 好 那个我没借多少钱现金 这些你先拿着 回头啊你帮我妈要 我不是来卖的 我不要你的钱 这些是你应得的 跟我客气什么呀 你让我哥破了戒 还摘到了佛珠 你可是我们周家的大工厂啊 不管你想要多少钱 我妈对我给你 我还有事 你怎么办 你今天最后一天了 你学费凑够了吗 凑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明明 棉花 你学费 学费这么贵 让你辍学回家嫁人 你为什么不回去 我一定要上学的 学费和生活费 我会自己允 你 你 棉花 你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哪来的钱 跟我们回去嫁人吧 我和你姑父 可以找了好人家 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是彩礼愿意 给上五十万呢 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 嫁给老男人的 我只有上学 才有未来 这事可不由你啊 走 你 棉花 你这个样子 是不是怀孕了 可能是吧 可能是吧 你 你真跟野男人鬼混了 棉花 你老是回大姑妈 你身子 真的让男人给破了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用你们管 你 贱丫头 你是这么不自爱吗 人家老谢 愿意花五十万的彩礼 就看上你这大学生 这干净的身子了 你 你现在这样 这彩礼都买不上价钱了 是 我怀孕了 所以没有老男人 愿意花高甲财力取物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听姑妈的话 去把这个孩子打了 再做个修补手术 到时候骗骗老谢 财力还能要上五十万 听话啊 明花 我是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 只有他 才是和我血脉相连 真正的亲人 好 好 这样这样 这孩子 你就自己养 休想让我们 给你 还有这个邪主 花一分钱 一分钱 不 不 我 姑妈 姑妈 我好疼 求求你 求求你 把钱还给我 让我把孩子生下 棉花 这事姑妈实在帮不了你 你不是硬气吗 非要生下来自己养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就 姑妈 好疼 你到底是谁 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 能不能救救我和你的孩子 周医生 有女孩在卫生间里生孩子了 怎么回事 现在不晕到端平间 我进去只有已经见红了 她家属呢 她一直都是自个人来医院 没有家属 说是没有爸妈也没有老公 也不知道是怎么坏的孕 而且特别惨 连生产出院的钱都没有 你难道这么不是东西 活活人家手部也不负责任 这是我哥的佛作 真的是他 现在立刻将约老公来做作书 我出去一趟 快快快 什么事 哥 你现在立马来医院 你孩子要生了 什么 你胡说什么呢 我哪儿的孩子 是八个月旋的那个女人 她大出血 她现在带着你的佛珠 差点死在了医院的东宫卫生间 什么 不是 你快去看看 这可是咱们周家的学外 不能出事的 让医生去看 你应该结果出来找我们的同志 这臭小子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 你快去啊 那可是你的孩子 我的孙子 你不去 不去 妈 她收了你的钱 不安归这半天 还偷偷怀着 这本来 本来就给她吃 妈 等会儿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 我 我连人家小姑娘面都没见过 我怎么给她钱呢 什么 她会出现在那晚的宴会上 抛腿送药 不是你叫的 我 我 我就是随便找了个跑肚给你送药 我哪知道人家是男是女啊 糟了 她真的只是 你欺负了人家小姑娘 不想负责就算了 一孩倒打一耙你 人家小姑娘和我的孙子有什么问题 你想想我 你想想我收拾你这小子 这什么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抱孙子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来卖的 我就是个送胖腿 你们搞错人了 对不起 再也就是意思了 你扯住了 恭喜你 胎儿保住了 但是你长期营养不良 身体太虚弱了 千万不要激动 或者距离运动 这样不但孩子保不住 你也有危险 医生 我 谁让你不用管治 医药费欠了多少钱 我们可给不起 没错 是你们要急救胎 这钱我们是不会给的 走 现在就跟姑妈出院 走 出院的费用我会自己住的 不用你们管 病人家说 孕妇需要静药 你们这样子 孩子就保不住了 这胎我们就没打算要 这孩子保不住了 这不更好吗 走 走 放开我 我不走 棉花 你听话 老蟹头跟我们说好了 只要你生个死胎出来 还算半个黄花大闺女 五十万她不用 但二十万彩礼还是可能的 你要是生住个野种 可这就更不值了 我的孩子不是野种 我不会嫁给那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的 别给奶不要脸了啊 不走 也得走 走 孩子爸爸有钱 我去找孩子爸爸要钱 姑父 放我跟孩子一条生路吧 求你了 我呸 她要是有钱 你能去送外卖攒钱 做郁姐 别吹牛了 快 走 她让我拿着这个去找她 姑父 只要你拿着这个佛数去找她 她立马就能给你很多钱的 只要你能放我跟孩子一条生路 你要多少钱都可以给你 我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吧 这就是地摊上 几块钱一串的乱玩意儿 别滑 野花 孩子怕就给你这么一串 一串钱的破珠子 怎么可能是有钱 你呀 就是太傻了 男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她要是真的有钱的话 她早就带你吃香菇了 你听我的 把这个留掉 只有老蟹头 才能让你过这好日子 我们这天天的为你走 你可别不吃好嘞 棉花 听话 别死绝了 走 跟姑妈回去嫁人 这太我妈不要了 那个人嘛 总归要给自己找个好的归宿嫁了的 我妈还能害你不成 姑妈 你没心自慧 那个男人的儿子年纪都比我大 他真的是一个好归宿吗 你跟他说什么 走 快 拖着走 不行 他不能留着 他死人哪 没错 我们可是他的家人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 才帮他找了一个有钱人 就马上就要过上好日子 咱妈 给娘拦着 坏了我们家的好事 让我八十岁的老妈 今天等我家出闹 走 你们放开我 不不 太子的爸爸真的是有钱人 到时候 肯定不是给你们五十万的彩礼吧 别想着做梦 赶快 跟老子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是啊 别做梦了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 今天谁都救不了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看谁要跟我们住的